眼下正是牧区转场的高峰期 但是现在甘肃肃南的牧民们 冬季转场不再去牧场 而是转移到了周边农区的玉米接杆地里 保护草原牧场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两不误 在肃南县大河乡通往明花乡的公路上 牧民杨士雄和同伴正赶着羊群 行走在茫茫的戈壁滩上 为了让自家的冬春季草场得到休养生息 杨士雄在香聚百里的明花乡租赁了玉米茶地 进行冬季放牧 今天我们租来日前两倍无什么的 不过的放羊 内肥族在过程回来也不是收藏稍后得多 同时日的节目也能缓解我们的冬孔 收藏地下来 今天来了五六倍牛海洋 日的节目方面提高了玉米加干的二次利润 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据了解 每年十月至四年三月 宿南县二十多万头牛羊开始迁徙借牧 从麒连山牧区迁徙至山下多个农区 进行异地借牧 最远的迁徙距离达到百余公里以上 虽然这样的迁徙费时费力 但却减轻了天然草原的承载压力 使得麒连山草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不可能有效保护 是有效保护的